自然涂山景是我的荣幸 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 就很喜欢涂山景这个角色 他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还能对世界暴雨鲜花 这点很大多 也是第一次化这么久的特效妆 妆化老师也真的很辛苦 然后每次化妆的话都要很长时间 但是化了以后就一秒入戏了 可以把涂山景这三年来受到的伤 全部具象化的呈现出来 杨子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 能和她一起演戏 我也学习会说过到很多 我觉得她不止爆发力和哭戏很强 很多表演细节的处理和细腻度都很准确 最后我一直想要成为你的父亲 可以当当正正地和你在一起 但你是后领忘记 只有涂山景的身份才配得上 她算是第一个发现 为小六是女孩子的人 我觉得夜时期面对小六这帮 就是不求回报的救赎的时候 当下的状态就是很自然的心动 然后小妖陪伴着小妖 最大的优势是她和小妖是一类人 小妖想要长久地陪伴 然后夜时期就给予她很长久地陪伴 清水阵的生活也是她们两个人一直怀念的 两个人相互地治愈 然后相互地取暖 然后两个人也在救赎的这个过程 越走越前 我愿意等 等到你愿意是 只要你别消失 纵使这样过一辈子 也是好的 其实我的哭戏是挺多的 关于哭戏这块的话 我其实没有刻意地去调动自己的情绪 更多的就是去理解剧本 然后理解这场戏以后 被角色引导她走 在美的天地 头浪静 其实我觉得火不敢当 因为演员这条路还很长 能出演长相思是我的荣幸 然后我看到剧播出效果这么好 作为剧里的一员 我也很开心 其实目前的工作规划里 还是以拍戏为主 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期待 我演绎的不同角色 因为我入行的时间 也不长嘛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多多地 增进自己的专业属平 然后早日成为一个 更加成熟的演员 我进山里采药 你怎么跟着来了 别跟着我了 你是一定要跟着吗 你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捉菲菲 我和你一起去 能一多他肯定就跑了 听话 我等着你 在这里 其实能被选中 《誓言图山景》 是我的荣幸 我第一次 是我的荣幸 因为是我的荣幸